当花瓣离开花朵 暗香曾有 暗香这首歌嘛 也是出自这首诗 它呢其实主要就是指梅花 明白吧 这清幽的香气 原来是使用这梅花的香味和姿态 后来就变成了梅花的代称 所以我们在成语大会猜这个词的时候 就俩字梅花直接暗香书影出来了 懂吧 好暗香书影形成梅花的 以后再写梅花就用这个词 再看白红过日 老师们读得这么有气势 它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天象 气象现象 白色的长红穿日而过 你看 但同学们注意 像这种不寻常的天象 古人一般都认为 它是有事要发生啊 一般哪就觉得 它是有一种不平凡的事发生 而产生的天象 其实我们现在科学发达了 知道它只不过是一种日运的现象 对吧 日运的现象 可古代人一看 完了 又要有大事发生 它最早呢就是出自这个战国策 说聂正之刺 寒 鬼也 白红贯日 所以聂正 去赐 寒鬼 那么这个时候 出现了一种天象 就是白红贯日 史记当中也有 说七者 荆轲 木燕 丹之意 白红贯日 太子 未知 说要荆 那个荆轲的时候 也出现了白红贯日 这个天象 所以 大家就认为 出现这个天象 一定会有不平凡的事情 要发生 明白了吧 嗯 好 那么这个词啊 表面上是写景物的 但是你要理解它背后的 它是一种现象 明白吧 一种 寓贯 我们一般二字猜词 如果猜白红贯日 我们就俩个说 寓贯 白红贯日 好 来 景物的讲完了 收收心吧 讲一讲宗教的 来看这四个词 当头棒鹤 骑虎灌顶 大清世界 想路飞飞 很少有同学觉得 老师想路飞飞 跟佛教有什么关系啊 来 听我慢慢道来 先看当头棒鹤 注意这个字的读音啊 读音字 这里边读的是鹤 大家看这图 照你脑袋 敲一下 说佛教禅宗和尚啊 接待初学的人 初学者一来 一般用这个棒啊 怎么样啊 敲他头一下 然后大喝一声 促使他醒悟 现在呢 就用这个词来比喻 严厉的警告 促使人猛的醒过来 当头棒鹤 让你一下子明白了 那么最早 他是出自佛教的一种礼仪 因为吧 你看 这小和尚 往那一待 然后师傅拿着小棍 打一下 让他醒过来 让人紧紧的话 啊 严厉的警告 再看提壶灌顶 你看这个被人教的啊 提壶是什么呢 大家先把读音注上 提壶都是二声 他是这个苏涝上 凝结的这油 就是苏油 把这油交到你的头上 在佛教里面就是说 把这个智慧灌输给你了 让你就开悟了 觉悟了 那么现在就是指 哎呀 听了这高明的人的一句话 就好像那油 倒到我的脑的顶上 让我一下子就受到了启迪 你看吧 形容受到了启迪啊 说 启之灌顶有啼湖 能使清凉愁不热 就让你 哎 水利 那水利 透清凉那种感觉啊 一下子就让你 醒醒了 觉悟了 有启发了 啼湖灌顶 好 再看大千世界 就是佛教用语 其实啊 就是指无间的人士 那说世界的 我们说现在这个世界 对吧 整个地球 它的千倍是一个小千世界 而小千世界的千倍 叫中千世界 中千世界的千倍的大千世界 我们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就形容特别浩瀚广阔的宇宙 任何事情都能发生 最早也是出自佛教 在佛教的眼里啊 这个世界太大了 那么想入非非 现在啊 指人完全脱离现实 你胡思乱想 瞎想 而原来是什么 非非 它是佛家用语 非非啊 迎非想 非非想复 表示虚幻的这个境界 想入非非 就说你的想法啊 都怎么样啊 非常玄妙 到这个虚幻的地方去了 非非是虚幻之地 想入非非 想法到了虚幻之地 就是人这个是想法就飘 飘飘走了 那魂魄就飘走了 现在就是说 你在那做什么白日梦 不是乱想呢 本来人家这个词 最开始没有什么褒贬意思 就是佛教用语 而慢慢的发展 它开始有了贬义的性质 对吧 一般说人什么非奔之想 想入非非 都是不好的事 好 拜拜 这个贬义写在旁边啊 你看成语 它就是发生了这个意思的转换 OK 就是佛教这几个用语 记住了吧 以后再问你这成语哪来的 给人家解释解释 告诉你这是佛教来的 下面看这四个 老师给读一下 确之不公 尽谢不敏 抛砖引玉 苟尾续雕 好 这里边啊 抛砖引玉 同学们比较熟悉 就说哎呀 我先说一句吧 然后更好的在后面呢 我是砖 他们都是玉 是吧 那么我们再看看雀之不公 敬谢不敏 雀的意思是推词 你再补充一个成语 叫什么呀 盛情难去 哎呀我请你 请你 你也没有办法推词 这个雀也是推词 推雀 雀之不公就是说 哎呀你邀请我 我要是拒绝你 就不礼貌了 这里的就是说 对别人的邀请 或者说赠予啊 你要是推词 不接受就不公敬 那就说那我就 那个接受了吧 如果你送小范老师一个东西 小范老师一直不要 你就会觉得 老师你之前我东西不好啊 还你不喜欢我呀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说 哎 确实不公了 那我就收下了 就说我再推词你 就是对你的不公敬了 所以咱们客气不能太过分了 对吧 盛情难去 就是说你的热情太高了 我都无法推辞了 非得请你来 小范克兰路客 来吧来吧 赶紧来吧 给你报机票 啊 然后你就哎呀老师盛情难去 那我得去啊 赶紧去吧哈 自己买机票 我也得去 那再看 敬谢不免 大家看 谢的意思 不是说我谢谢你啊 而是说推词 他跟却的意思是一样的 推却推词 不敏的意思就不聪明 没有才能 我们说一个人敏而好学 敏就是说他聪明 smart clever 那么这里边 他就是我恭敬的表示 我能力不够 不能接受 不能做这事 所以他是推词 做某事的一种晚词 一种天词 人家非要说 小范老师 你去中央电视台 主持人吧 哎呀我马上就敬谢不敏 我谢谢您了 这个我实在是不行啊 我实在是一定得推词 敬谢不敏 主要把这个谢字表示推词 要记住 因为文件文当中也经常出现谢这个字 你注意他不是谢谢啊 而是推词 谢的时候还有道歉 比如说谢罪 对吧 还有道歉的意思 好 整理一下笔记 再看狗尾续雕 同学们看这个图 以前呢 这个官员 他帽子紧上都有一个这个雕毛 做头饰 后来呢 这个雕毛用了了 说这个风官太烂 官太多了 雕毛都不够了 干嘛呀 我就拿狗尾巴 狗尾巴这个毛 给他续上 明显看出来 怎么样啊 人家这都是正牌的 他呢 盗版的 冒牌货 所以呢 狗尾续雕啊 他就是说拿不好的东西 然后补接在好的东西后面 人家雕毛多好啊 多贵啊 后面的不好 那现在呢 一般就说 我来补充您的言论 您的言论好啊 对吧 我的不好 我就是狗尾续雕 就形容比如说补充别人的言论啊 作品之后的一些谦词 因为有很多人就说 那个啊 我说完了 还有人想补充吗 然后有人就来补充了 但补充的时候 他又觉得 我一补充可能显得人家说的不好似的 那我就迁徙一下 就说哎呀 我的补充就简直是狗尾续雕 我就稍微那个 迁徙一点啊 就补充您一点就好了 就叫狗尾续雕 这样吧 但是从这个官员的帽子上 这个毛衍生出来的 好 都签字表啊 这签词咱们讲完了 下面看一些这个 记忆的成语 记忆成语啊 老师给大家两类 第一类叫本末刀制 这六个成语全部表示本末刀制 来读一点啊 爱毛返求 打本色源 买读还珠 薛足是吕 正人买吕 原木求鱼 再看 买读还珠 薛足是吕 正人买吕 都是我们课文当中会出现的成语故事 你都应该会 爱毛返求什么意思啊 我特喜欢我这个 貂皮的这个大衣 上面这个毛怎么这么好呢 但我要是穿出去了 这毛可能就会被别人蹭上 所以我怎么样 我把毛返过来穿 你穿不去 别人肯定以为你有病吗 花那么贵的钱买那个 貂皮 然后你还把那个毛返过来穿 这就是本末刀制了 对吧 就跟这买读还珠一样 看这盒好看 买了之后 把那个珍珠 这个宝物还给人家留下这个盒 这不有病吗 圆木求鱼 圆呢 是说沿着顺着 你就顺着这个树爬去找鱼 永远找不着 本末刀制了吧 对吧 你的方向不对 好 那这几个都是一个意思 本末的 打本色源也是 就拆了东墙 补西墙了 对吧 那么再看 升千类 哎 老师用了一笔中量 刘青云 你的这个黑影帝 青云直上 扶摇直上 平地青云 平步青云 都是升官 跟青云相关的 全是升官 而且升官升的很怪 平地青云 一下子升了 平步青云 一下子上去 青云直上 扶摇直上也是 那你看 刘青云这个名字 人家就有当颖帝的命 就一直往上升 一直往上升 一直往上升 明白了吧 好了 那咱们今天这节课 讲了很多成语 类型也不太一样 希望同学们课后整理 复习一下 好吗 那咱们这节课就上到这 最后 Enjoy the song 看看今天要一起听的这首歌叫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Once upon a time A few days ago I was in your side You got me all alone You found me You found me You found me E e e e 接下来怎么样了呢 来 我们听一听原版的歌曲 下节课再见 拜拜 Good night Good night